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嘉雄 2019年8月20日早上9點33分 我想跟各位報告 在上禮拜四早上我在NHK 看到健康診斷 一個小時講曹操 那它最主要是2009年左右的出土的 魂牧出土 後來漸漸鑑定是曹操 上面說大陸也好 日本也好 他們考古學家 各個學者專家 就是它的頭顱骨只有頭骨是健全的 那眼面骨 鼻骨這個都塌了都不見了 要完全覆免眼面骨是不可能的 但是它的牙齒的尺骨的柱牙 牙收臂的狀況是可以看得到了 那它的頭顱骨的縫 它這是前面這是灌鑽縫 它灌鑽縫跟這個死鑽縫還有人字縫 這在NHK的影片裡面我看到非常的清楚 而且那個編織的縫隙非常的整齊 這三個方法 所以我對這個早期在研究考古學的時候 就是像羅馬時代在美國國家第一雜誌出現就是 第二世紀 第三世紀的羅馬軍官跟礦工 羅馬軍官跟礦工最主要的觀念差別是 它的鼻骨 羅馬軍官鼻骨健全 牙齒健全 頸椎的關節度都很好 礦工鼻骨塌陷 牙齒不健全 然後頸椎有蓋化現象 那這個都是因為生活起居飲食習慣不同 那在曹操身上我們看到了幾個特點 它這個日本的醫生們從這些方面發現 它是最後死於這個變形 就是轉彈形煉球菌 就是蛀牙裡面 就從這個舊齒這個動 這個門齒舊齒這個動物進去 然後它附在膠原蛋白 然後到了心臟 這個造成心肌梗塞死亡 這是現代醫學也是有這樣的推理的 那這個電球菌 轉彈電球菌就是把蔗糖變成葡萄糖 這個在人體上 我們這小時候說不要吃糖吃太多 牙齒也會壞 但事實上糖多生糖少巧克力糖 是你個人的自體免疫力 還有體力腦力整個的整合 所以曹操的蛀牙也不是一天兩夜的 也是很久了 所以日本醫生也就說 他的蛀牙的狀況 事實上他在61歲的時候 有個牙齒在舊牙部分 他牙齒掉了 但是他骨頭還是長滿了 所以他表示他的骨頭的鈣之間都很好 但是他的這個門牙的這個地方 這個蛀牙那個洞很清楚 那那個是這個學者專家就說了 這個日本史核大學的教授就講說 因為這個人體裡面 像轉彈電球菌 大概是萬分之一 迷你大小的一個細菌 那在人體裡面有上百億的細菌 在裡面有正面負面的 就是有對身體好對身體不好 它們產成一個制衡狀態 所以轉彈電球菌 它當然有很多的蛀牙的造成因素 但是在正常人上上壓力 可以抗壓力免疫力好的 它是不會造成任何傷害 更不會影響心臟肝臟肾臟肾臟 那因為肝臟肾臟 它在解毒上功能很重要 心臟的循環上跟肝臟也很重要 所以當你抗壓力不行的時候 它就出現這狀況 所以它這個牙齒 是這樣的情形的時候 那醫生們又覺得 它的頭風 它是就是群發性頭痛 基本上頭痛就是分兩種 一種群發性頭痛 一種偏頭痛 那偏頭痛一般開始的時候 它是就是比如說左邊會偏頭痛 大概來講我的左邊的肩膀會開始 也不舒服 那就開始偏頭痛 那這偏頭痛的情形就會造成我的人體不舒服 那偏頭痛跟群發性頭痛最大的差別 大概可以這樣講 就是我看了日本醫生學者專家 還有資料就找到來 偏頭痛基本上它要休息 只要停止活動它就不痛 那偏頭痛越動是越痛 所以一般來講躺下來讓橫隔膜的循環 讓主動脈下去下降靜脈上來 對 十道迷走神經下去 能順暢它就會讓你的頭保持順暢 那群發性頭痛它是就是不管你動靜 靜也是痛 而且群發性頭痛它比較上來講 比例上是比偏頭痛的群 這個頭痛群是少很多 那現在人壓力很大 為了工作 為了生活為家庭 所以這頭痛到處可見 普拿疼 跟這類固醇 各種甚至毒品它都要來止痛 所以在生活上天行見君子以至強不息 那曹操事實上他在早期的時候 他是少年舉地當官的 那他在黃金之外他還當過禁衛隊的隊長 那他不只是軍法家 政治家 還是書法家 文學家 那他本身的那個手臂的力量這些 在這個骨頭目上 我們看到他頭顱骨的縫 他知道他是很好的 所以在這個MGK健康診斷 更有趣的 他很妙的是要把我講兩個 偏頭痛它是屬於頭腦部內的 細小血管神經發炎 那群發性頭痛主要是頸內動 所以頸內動脈發炎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頭 這個頭這樣子 各位先生所看到的 這是追骨動脈 所以是頸內動脈是在前面 所以頸內動脈它是前面上去以後 跟追動脈在腦部以後 在大腦唯有是動脈循環 所以它更重要更重要的 它事實上是我們在這個部分 邊緣系統的球腦 下肢丘跟腦下垂體以及松果體 所以更進一步的解說就是說 以現代醫學來看 不管MI這些檢查 大部分來講 可以看到在松果體附近 灰白質部分會有一些白癮 那就是它循環不好 那群發性頭痛 群發性頭痛 它會有這樣的情形 所以在日本 在健保群發性頭痛是一時痛 它不需要馬上找醫生 所以它是皮下注射一些 一些特殊的藥物 那這些藥物在醫生跟病人之間 健保幾乎的狀況下這部分 可以帶回家自己注射 因為它是一時的 所以群發性頭痛 在偏頭性頭痛 基本上生活習慣步調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健康診斷裡面 它就有提到這個 在曹操市西元220年3月15號過世 但西元220年1月它寫一個 那是第二部遺書叫遺令 那日本NHK健康診斷是提到 2018年6月的這一份 第一部遺書叫中令 那中令它有 它遺書提的就是 NHK診斷是說 因為它有預感 它的身體差不多 也就是說它64歲的時候 它抗壓力就低了 它的牙周病 它的轉糖電球菌就開始 惡化 朝向膠原蛋白跟心肌梗塞機會存下 但事實上從 我們從三國四看到 這兩部遺書 第二部遺書它是220正月 那3月5號走 所以這兩個月之間 它並沒有說特別要蓋它的陵墓 但是它的陵墓在第一部跟第二部遺書 都講的部分是一樣的 要領是一樣的 那最重要的是2201月這個遺令 遺令 非中將有兩段 它提到說 無 無 就是說夜半 絕小不佳 我半夜絕小不佳 這小不佳事實上 就是群化性頭痛的特徵 然後它說自明日引周焊出 就早上起來 它就喝周焊出 胡當歸湯 那這胡當歸湯呢 這個當歸湯在 所以這個NHQ健康專門有提到 當歸跟黃奇跟人生 在我們就說 中國醫學藥學裡面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它 喝當歸湯 當歸湯在我的診所 在治療整病的時候 像當歸補血湯 就是當歸跟黃奇兩位而已 然後補充玉奇湯就比較多了 就人生黃奇當歸 那家衛塞瓦傘呢 就是有浮林 當歸燒藥 還有 單皮赤紙這一類 但無論如何 不管絲無糖也好 它的當歸 當歸頭當歸尾 它基本上對血液的循環 是有很正面的幫助 所以中國醫學就是氣血 氣是什麼 就是以人生黃奇為主 那血呢 就是當歸 收地 所以陰陽 不是百分 那你看我們在講 它群化菌頭痛 它裡面有提到 陀 滑陀陀說 針隔 就是替曹操針橫隔膜的隔 水手差 就是針拿出來以後 它頭痛就好 就跟日本現在 就是群化菌頭痛 可以帶針 皮下注射 可以帶回它自己注射 一樣的道理 那有些是類固醇可以處理的 但是有些類固醇還沒有效的 所以可見曹操他在這時候 他確實有他的功能 就是滑陀的功能 但因為滑陀走了以後 他之後 他把他殺死了 那不管他的 自己的病也好 孩子病也好 就因為沒有他 他覺得也贏漢 而NHK健康診斷 跟表演講一段 那時候他52歲 他66歲死 52歲是什麼時候 赤壁之戰 就是因為滑陀死了以後 他頭在群化菌頭痛裡面 他出的症狀出現 所以他判斷三個錯誤 所以才會失掉了那次打正 這樣的完全統一全國的機會 所以他在年輕的時候打袁紹 他是1萬的軍打10萬 他是初期至聖 非常之人 他是去燒他的糧倉 讓袁紹的兵恐慌 然後就打敗了袁紹 同樣的赤壁之戰 孔明界東風一樣 來了一道初期之神 所以我們來講看曹召 在兩個遺族裡面 就像曾子說 曾子生病 夢境去萬聖說 鳥之將死其民也哀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所以基本上曹召是一個 客觀來講很偉大的聖之家 不管蕭雄 平具臉譜 假他怎麼樣 像平具臉譜 從董事來研究他 就是貧媒 跟董卓一樣就是貧媒 但事實上 現在出土的頭顱骨發炫 它是散媒 就是散開的媒 散媒在陰陽二十五輪篇 內經陰陽二十五輪篇 這媒頭是看什麼 看膀胱 媒尾是看山膠元氣 所以媒頭的好壞 基本上跟腦部的循環 跟腹腔元氣 以及微底骨的尾椎體 緊動的緊動的緊動的體 息息相關 所以在 從這幾個點滴起來看來 他確實是非常之人 但是他生活 在一段時間也都是很浪漫 很多時候橫行 所以在MCA診斗裡面 提到一個棒 棒殺雞 因為他頭痛 晚上睡不著 就靠著愛妾的腿睡覺 那他有跟愛妾講 我三驚的時候 換五驚的時候要起來 要叫我 結果過了五驚 他醒了 竟然愛妾沒叫他 他馬上他棒 就把這個妾打死 這在衛武帝記裡面有記載 這確實有這次的事 那這個只是一件小事 所以他在遺囑裡面講 他說我小怒 大怒 這個不足以為效法 但是我辭法 像生不害 這個韓信 白啟 這些他所學習的對象 商鷹 你們可以好好選 但是歷史上我們可以知道 商鷹 他執法年 建架了秦國 秦朝 秦始皇 後來的成果 但是山鷹被他的敵對的政敵 用他的法把他五馬分射 那韓信是賓神戰神 但是因為他被 所以劉先生不信任也把他殺了 所以我在看這個 曹操在學習這四大法家跟兵家的時候 事實上他有在想 就像南宮瓜問孔子 就是 亦後亦上色 亦亦上色奧蕩舟 奧可以在路上蕩舟 聚不得其此然 亦聚公甲而有天下 夫子不打 南宮瓜出 子曰 善德在諾人 君子在諾人 所以 三人行必有我食言 所以 在山陽 就是 生不害 白起跟韓信 他一組一組 兩個人跟他自己 他還在學習 所以 我們看曹操這個文學家 有他的高等的智慧 所以自我要求也很高 那對家人是非常的 孝帝也者其為人之本欲 所以 其為人也孝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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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MGK診斷裡面 我看到這些診斷的時候也很多都有趣 所以我就逐步逐步地去解說去了解 事實上在現代藝學來講 它這個邊緣系統 尤其是腦下垂體跟下石球 它控制溫度以及控制我們的生活運率睡眠是最重要的 曹操有時候很浪漫 晚上也是通宵打蛋 有時候也是拼命這樣子熬夜這樣子 但是他體質很好 年輕的時候鍛鍊體力也很夠 所以他能夠活到66歲 所以我想今天跟各位報告 曹操就是無悔 就是天行見 君子以自強不息 至於NHK他講 他因為轉彈型就是變形鏈球菌 因為免疫力失調壓力過大 所以後面兩年他的身體狀況就惡化 然後造成心肌梗塞死亡 我想大概也確實有他道理 那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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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